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全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 所以现在各国都朝着这个方向在翻转 包括了创新还有横向连接是非常重要的能力 那么到底现在台湾包括了学生 家长 老师跟学校准备的怎么样了 还有班级课表跟过去的同班同学都会变成历史名词 未来的上课会变成什么样的模式 又会给孩子什么样的新火花呢 今天请到来宾 天下总主笔 肖副元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先知作家彭吉仙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 还有两位高中老师 黄一种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陈建州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们先来看这是美国的未来学家哈金斯 他曾经预言了21世纪哪一个国家的教育 可以跃升到所谓的教育4.0 他就变成了整个人力培育的领头羊 所谓4.0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包括创新还有横向连接解决问题的能力 因此在台湾方面107课纲 他特别侧重了高中生要修4个跨领域的专题 还有制作实验等等 我们首先要请总主笔来告诉我们 107课纲很多人都听过 但是根本不了解实质内容 到底未来的教育会是什么样的方向 107课纲其实是根据现在全世界的潮流而改的 12年国教之后我们也需要一些新的课纲 所以现在已经开始总纲都出来了 除了社会科有一些争议之外 在明年2月的107课纲大概会全部的都完成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107课纲以后高中生 他毕业修180个学分 107课纲有个最主要的原则就是降低必修增加选修 你毕业修满180个学分 这其中118个学分是教育部必定的必修课程 像是国文 英文 数学 物理 化学 他们也希望能够按程度分班 就是说你可能像数学可能就分成3级 ABC 3级 然后看你适合在哪一个级 这个是不定的 每个学校也会有自己的校本部的课程 就是校定必修 根据我这个学校想要发展什么样的特色课程 会有4到8个学分 我想最大的跟过去最大的不同是 54到58个多元的选修课程 所以以前我们可能是一个班上40个人上数学课 或是上一些什么样的课程 以后是变成是像是小班制的 会多开一些很多的选修课程 这是跟过去最大的不同 我们过去可能是 我一进高中老师就给我一个课表 你要上什么课 以后可能是你自己决定你要上什么样的课 看起来真的有很大的不同 大学选修的概念现在从高中就开始了 总共180个学分 有布定跟学校的必修课程 其他就让孩子自己依照自己的兴趣来选择 这也是这一次最大不同的地方 多元选修课程 包括了像信向分流 还有依程度来分 就是希望适合的孩子可以更往上进 这是在台湾执行的方向 那么其他国家又怎么做呢 因为未来的趋势 谁也没有办法有把握 所以现在整个世界都朝着所谓教育4.0在翻转当中 包括美国总统欧巴马呢 他就说要提升大学的这个职涯准备度 让每个大学生或者说每个美国公民 他在未来面对到问题的时候 可以有办法来解决 因此教育就从这个方向开始 来告诉大家解决的方案 德国呢获得大学入学资格 还有拥有共同基础 并且提供专业 德国其实也是分流很早的 而且技职教育非常强哦 台湾还有很多国家也都在学习德国这项 而芬兰呢很多人认为他是教育模范生 拥有求学还有工作的知识跟技能 那么他们也侧重横向的连接力 那么在台湾方面 刚刚特别强调了 就是把必修的部分降低 而选修的部分提高 来看现在最新规划 折年国教克刚总刚草案 教育部终于定调 国英术必修学分从24个 24个16个调整 变成20个18个12个学分 至于选修的学分分别是4个6个4个 这次是以这个减少必修增加选修 作为我们的调整的方向 课程的学习的内容上 实物上是希望让他有更多多元的发展 说穿了世性发展是12年国教的基本精神 要调整教育观念 更要提升教育的弹性 理工科的孩子跟人文艺术的孩子 在数学这个地方应该有不一样的学习 那在这个地方 新课纲就给我们学校这样的弹性空间 那反过来说人文科的孩子 可能在写作啊在阅读上 他需要增强 因为这样的设计 也能够满足这些孩子的需求 这就是所谓的英才师教 国教署说12年国教的分科课纲 如果顺利完成的话 最快105年就会出炉 教科书107年可以出版 但可怕的是建在弦上 时辰却赶不上学生上课的需求 即便如此想拼出头 各校也只能摩拳擦掌 孩子们可能主力是偏重在人文艺术 或者是商管领域的 那他可能这方面的课可以多一点 好比台北市有一位 有一个科学高中立山高中 他们可能自然科学比较属于代表性 那他可能这一类的课就会多一点 那事实上他们的老师结构里面 这一类的老师也相对多一点 所以其实各校可能可以呈现出不同的特色 我想就是百花齐放 因此可以想见未来将形成高度竞争的环境 促使学校要特色化 也刺激教学乡长 但毕竟纸上谈兵还得经过限时考验 当我们老师们在原来的那个课纲的这个既定的进度跟范围内要 未来可能要做压缩做调整 这个对老师确实是很大的挑战 那当然对家长那一端来说 我们习惯通过上课来做学习 可能也会受到挑战 12年国教想走开放式的教学 留给学生选择的空间 第一线执教人员势必得面临更大挑战 在我们现场就有两位是第一线高中老师 黄老师你觉得为什么107课纲这么重要 要从高中挑选高中这个阶段的孩子开始进行 我在想可能是因为高中距离大学比较近 然后他也是准备升大学的准备 所以大学都是选修课程 那高中开始就让开始学生可以试探自己的性向 然后所以在高中开始选修的精神可能在这里 然后第二点我在想可能跟 大家对于现在高中教育的那个封闭 跟那种考试领导教学有不满意 我举个例子 前一阵子台大校前校长李思成 在那个他们奠基系的系庆上的一个讲话 他说法国的学生升大学 他们要考哲学 那台湾你看升大学都考那种 精进就叫一分两分 那没有思考能力 然后所以李思成还鼓励说将来如果有机会的话 升大学是不是可以考小论文 因为这样子的话 让学生在高中阶段开始思考 然后不要说现在用这种死板板的 由上而下的填鸭式教育 所以可能从这些观点来 所以大家才希望说 高中现在是不是可以增加多元选修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也有30年的教育老兵 他就特别提到 其实高中职学生最重要的 就是这等于是孩子一生当中 非常重要的转古期 这三年会奠定他非常重要的一辈子 那么陈老师 现在以高中阶段来讲 你们学校有选修课吗 在我们学校明轮高中来讲 我们是把开高一 我们就让高一学生们 让有学生生涯的试探 跟一个兴趣的探索 所以我们在高一就安排了 礼拜三的下午 有两个学分的时间 两个学分 学生们可以自由选修 他们我们目前有开设的课程 目前学校开设的课程的话 我可以以这边的表的内容 大概稍微简单的做个介绍 老师们会根据一些 我们目前老师们现有的专长 以及学生可能会有兴趣的内容 我们做了一些调整 比方说我举一个比方说树里 跟这个资讯科技来讲 我们就开设了一门课程 就叫做所谓机械人 还有原来如此 也就所谓对未来多元的能源的 替代能源的探索 这个部分就是一些老师们 花了很多的时间 去开发的一些课程 希望让学生们 有出了一些国音术 使地自然之外 有不同的视野 也能把那些知识结合到应用 那学生的接受度怎么样 目前来看 我觉得高一的 国中学生刚进到高中这个阶段 他们对于选修课的概念 他们觉得很有趣很好玩 但是他们有一种概念 我觉得似乎他们会认为 这好像就是选修课 它的重要性 好像又不如国音术使地 来得这么重要 因为国音术使地 还是跟升学有关 所以我可以感觉到 老师们很用心准备 但是要让学生们 更充分的投入上面 我觉得要花很多的心力 那家长呢 家长怎么看 你们现在用心设计的选修课 是 我觉得家长的部分 我觉得家长还是会 做一些意见的指导 就是说这门课到底对升学 有没有比较实际的效果 还是这门课这样子 这个意义好像不太大 那你要不要选别的 所以这个地方来讲 我觉得可能就是 老师们跟学生 还有家长的观点 也都能够再更做一些调整 可能让这课程的实践 能够更踏实 这也是我们今天 要来讨论的重点 老师可能有想法 现在选修才两学分 未来三年加起来 是四十几学分的 孩子有很大的空间可以选择 那么孩子心里头接不接受 还有家长怎么看很重要 局限107各纲 有非常多元的选择 你自己第三个孩子会遇到 我昨天还特别问他 因为我们小孩子 是很喜欢动物 我说以后你上课的方式 跟哥哥完全不同 你可以选 有很多课程是可以选 自己有兴趣的 他说太棒了吧 那我一定要选生态探索课 还有动物的研究课程 那我就听了觉得说 孩子很早就有提前可以去做 自我的思考 还有选择的训练 但是我同时也在担心一点 万一我们的大考 我们的升学选材的方式都没有变 那很多家长跟我一样 觉得说孩子在这些课程上 他们学得很有兴趣 但是阻碍他们去探索 这个补习班跟探索参考书的时间 那家长又开始陷入挣扎 你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这些选修课程 你不要去探索什么生态 适度就好 还是以考试为主 因为如果我们的选材方式没有变 我相信很多家长 也会陷入我这种矛盾里面 就是说 你是不是应该花那么多心思 在这些选修课程 所以我倒很希望看到说 我们这些选修课程 开得这么漂亮 老师开发得这么辛苦 这么用心 它是不是成为将来大学选材 做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 我觉得这很重要 这个相对会鼓励我们家长 用很正确的态度来看待孩子 去选择他们所爱的课程 对 到时候老师要投入非常多的精力 那么孩子如果可以选到 自己喜欢的明确的方向 未来朝那个方向走 当然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 那么在现场 黄老师你有参加 这个107课纲的了解跟讨论 你的了解现在各个学校 老师准备的状况怎么样 20个月之后马上就要上路了 很多都不晓得 都不晓得 根本就我们知道将来的总纲课程要减少 除了国文跟数学没有减必修的那个 就是上课的时数国文数学没有减以外 其他国文数学为什么没有减 因为他们去抗议 本来当初是大家长好一起降 降必修 然后大家争多元选修 可是当时的国文跟数学有去抗议 所以国文数学没有降 其他课跟着降 我们现在大概就知道说 我们的科目会被减时数 然后要加开所谓的选修 至于要开什么 什么样子 因为到现在其实领刚 也还在开公厅会的阶段 所以我们也没有看到真正的领刚的内容 所以我们大概不知道 因为我自己有在里面参与 我大概知道他是说 比如说以公民来讲 他会在每一册都留一个 就是所谓的鼓励老师自己开自己的 依据你的想法特色去开所谓的特程 可是你说这个内容到底是什么 他其实很空 如果以你 你想开什么 我当然是开我的诗篇 就是打个广告 可是那是因为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所以我可以这么做 可是你不能寄望 每个老师都写了一本诗篇 那你觉得现在有了解 而且开始准备了老师 大约比例占多少 我看以我们学校来讲 得不起5% 因为这5%都是比较年轻的 为什么年轻不是因为他有为 是因为年轻被凹 因为学校一定是叫最菜的 一定是这样子 资深的很多资深 反正我在几年我就要退休了 我不管你的 反正能拖几年算几年 所以变成就是那些最年轻的 然后就被跟着做了这件事情 的确我们那年轻老师做得很认真 可是我也看得出他们非常的累 我正在想个问题 他们那么年轻都累成这样子 如果将来全面试用 那些其他老师 有家庭的 有家累的 然后年纪比较大的老师 我觉得他们会受不了 陈老师一直点头 包括英文课也被检课 英文课的话 他有最大的变化在高三的时候 他的必修时数有减少 那开放了比较多的选秀学分出来 那也就是说到了高三的时候 老师们有必要跟着学生 以前一个课本我就只要三个班 打平可以解决 那已经也很累了 但现在我除了要两学分 要开我的英文 一般的英文课之外 我们老师们可能就变成要分工合作 根据学生不同的需要 弱的我可能要给他补墙 那超优的我可能要开一些进阶的 更进阶的课程 分不同的程度 所以那个部分会变成整个老师的一个 专长的开发跟新的课程的开设 这个部分都可以想进去 是个非常庞大的工程 就高中老师要变得跟大学教授一样 你都要能够独立开门课程 然后从教材的选择跟准备 整个过程你可能都要自己不断的 要去跟伙伴或者是跨校 要找很多的资源要去合作 所以从两位老师这边听起来 感觉到了不是那种兴奋的火花 无奈 因为它是趋势 这是一个趋势 可是你没有带领孩子走 因为我们也不满意现在的现状 因为现在的学生每天早上8点开始 然后关到下午4 5点 一个礼拜每天都关在那边 像个监牢一样 我自己都看不下去 所以当然也希望学生可以有快乐的学习 然后有自主的空间 可是真的在执行的时候 就会变成这样 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 西洋的俗言跟我们说 通往地狱之路 往往是由善意所铺陈的 我现在已经感觉到就是 第07课纲可能会是一场地狱灾难 也就是你支持 但是对它的执行方式上是会担心的 那担心的点在哪里 有什么可以改善吗 我必须要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觉得好像提早10年降临的课纲 里面的精神非常的进步 我觉得我个人是认同的 里面对于国民素养的养成 很多是高层次的能力思考的训练 我觉得里面很多东西都能够脱 有可能有机会能够摆脱以前 就国民素实地考试的框架 那我觉得里面的精神是指的令人觉得 可以举细研究 可是就目前的现况来讲 我觉得整个社会 不管是家长端 或者是学生端或者是包括教师端 我觉得那个熟成度还蛮低的 所以这个地方 我觉得尤其以往的教育政策 可能就是由上而下一条边下来 中间过程少了很多的对话 辩论跟思考的过程 而且是要蛮全面的一个进行的讨论跟对话 家长端 学生端跟教师端 这过程经常会被省略掉 也因此很多 如果我的想法不能接受的时候 这课纲再好进来之后 我的执行 我想在教学面的执行 一定就是大打折扣 最后就折中再折中 就是趋近现状 因为最后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升大学 这是问题所在 像刚刚我们一开始举了很多国外的例子 他们不见得一定要升大学 他们也鼓励说 学生18岁以后先去就业 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回来念书 我们在看那个劳动参与率的时候 我可以发现 上课我在跟学生讲劳动参与率的时候 台湾的年轻人的劳动参与率是最低的 国外不是这样的 国外他们都鼓励小孩子先去就业 我再举一个例子 各位就点了很讽刺 我们不是讲说要 视信养财 鼓励技职教育吗 你想到技职教育现在被消灭成怎么样吗 高职要改名叫高中 我看到好多好多的高职 都要改名叫高中 改名叫综合型高中 为什么要改名字 你知道看不起你自己吗 如果连学校老师都看不起自己 你又要怎么社会看得起你 你又要怎么学生看得起他自己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我们去调查你可以做调查 为什么那么多高职名称都改成叫高中 改个名字有比较厉害吗 这就是台湾升学主义 好像每个环节都跟着扣在一起 就变成一个核心的问题 待会也会针对这一点来讨论 过去我们的课表是全班一样的 然后而且是有所谓的同班同学 所以还可以开同学会 但是未来的状况不是这样 是一个人他有一张属于他独特的课表 听起来在台湾执行上确实有一些困难度 但是总主比你们了解的是 其实对爱有些学校开始做了 这一次我们有特别派记者到北京去 对 去北京几个示范的高中去看了 我想先回应一下 刚才讲说为什么在高中这个阶段 要先来做 其实全世界在高中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问题是这个阶段的小孩子 你要培养他 Readyness for college and career 除了升学之外 还有一个你的职业的准备 对 所以现在大家发觉说 大学好像有学用落差 很多企业界发现说 我到大学再来管学用落差 已经来不及了 从高中的时候就要开始 让他知道真实的世界是什么 那我觉得全世界 为什么都是高中在做改革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我们这次去北京 大家都知道说中国大陆有 他的高考可能是比台湾更压迫性的 那这次北大附中的校长 用一个形容词告诉我们 就是说 没有错 高考是我们的手铐脚料 但是我们带着手铐脚料 也要来跳舞 其实是中国在2010年 他们开始了进行了 围棋十年的教育改革计划 这次我们的记者 实际跟着北一女的学生 到北大附中去看 北一女的学生 到了北大附中去上课之后 他们一个很大的震撼是 他们这么自由啊 因为第一个学生 他们的校服 是你自己决定要不要穿 你也可以自己去设计 第二个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课表 他说我这节没课 我可以带你去哪 他们有很多的空白的 这个是跟美国的制度是一样 那我们也必须承认说 因为的确 他是几个试点的高中在办 大部分的高中 还是跟我们一样 带着手铐脚铐 那台湾现在是 even这样的试点的高中都没有 所以就说他们觉得是一定要这样往前走 如果不再这样子的话 交出来都只是会考试 会解题的学生 是无法去面对未来需要的能力 我想这个是我们从北京里面看到的状况 在美国同样也是 他们的高中生 我去美国高中 你们的操场在哪 你们的校园在哪 就你看 可以发现走廊里面 五分钟下课 全部都是匆匆去 赶快去跑到自己另外一个教室 老师在教室等学生 不是学生在教室等老师 我觉得这个差异是很大 所以你会发现 美国的高中生 看起来比较成熟 那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如果这个选修制度 要能够很完备 辅导老师是很重要的 在美国一个高中进去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辅导老师 告诉你 你应该怎么选修课程 我觉得台湾的 现在要实施这个 有一个很大的困难 是大家可能不会选择 台湾有华德夫的实验高中 我有一个朋友的小孩 今年就念华德夫实验高中 结果他要选课 他发现他不会选 那家长说 干脆还是给我威权式的教育 告诉我要念什么吧 就是我们并没有教导 父母亲跟小孩 怎么做选择 所以要实施这个东西 其实他有很多的配套 除了老师 教室空间之外 还有选择 OK 好 107课纲会为台湾的未来 还有教育带来 完全不一样的新面貌 我们当然希望这条路 通往天堂之路 是走得比较好 比较顺的 但在当中几个问题 包括师资各方面 怎么解决 稍后回来 107课纲倒数计时 再过20个月就要上路了 未来呢 学生是能力分组 现象分流 还有程度分班 除了对学生来说 是一个新的学习之外 对老师更是大挑战 我们就从这边第一组开始 我们这一组讨论的是劳工 这般高一新生上的是公民与社会 今天上的是偏见 台湾人对原住民的偏见 搜寻到 有人说原住民的土地资源利用不到 特别的是老师难得开放使用手机 你是老师今天特别让我们用 就是为了我们查治疗 老师特别让我们开 老师那时候说可以给我们开手机 这时候没有很惊讶 很开心 大家可以出乡讨论了吗 高一生主要还是必修课 12年国教课纲 107学年 适用的是新课纲草案 高中必修学分从138个降为114个 是减必修增选修 从生命主义教到公民与社会 老师当了十几年 钟老师说选修的课程设计 考验教学能力 教学上应该也会蛮有挑战性的 那其实也应该会蛮有成就感的 因为毕竟学生他是有那个成就动机来学习的 我要怎么会变成2P6 那你去学医圈看看谁可以帮助 不会的先找同学而不是找老师 这是高三化学选修课的新做法 P鬼域会有几个电子 然后就是前面有讲过的 这边会有六个电子 然后他的图形就是会有不同的方向 他有听懂啊 然后就他们就找之前的讲义 然后就解释给我听 老师在讲的时候 会让你觉得有种官方语言的感觉 对 然后但是同学的话会 跟你的语言会比较相近 我会希望不要直接是由老师 直接告诉他的答案 可不可以由同学去表达出让他懂 那必修就是他一定要有的能力 那选修的话就可以针对他自己 有兴趣的地方再去做加强 以南港高中来说 选修课程着重在人文社会关怀 校长甚至还找专家来上课 国际人文课程的话 我们有一个人文思想的课程 那我们就有协同跟大学的教授 一起跟我们的老师共同来开课 选修的课程增加的 对老师来说也是一大挑战 其实高中校长也呼吁 各大学应该去了解 到底高中开了哪一些特色的 选修课程 高中其实现在很活泼的在做一些 活化的一些课程的一些设计 那未来大学的部分 在做一个选材的一个规划 可能也要多多顾及到 高中的一些选修课程的部分 我们都怎样讨论 我们分组讨论 那如果不同的地方要怎么办 温老师 我觉得有时候选修可能比较重要 为什么 因为它比较困难 但是比较重要 因为大学都比较用到选修的课程 高中选修课程 未来会越来越多样化 对校方来说 是发展特色课程的好机会 对学生来说 有更多的思考空间 而且是跳脱课本 学习的视野也变得更宽广了 未来的学习变得很不一样 老师你们现在一班几个学生 大概40个左右 好 未来要从40个减为12个 而且大家是跑课的 如果先不管软体 这教法当然不一样 以这个硬体班级教室够吗 你们现在看到状况 我就以我们自己学校来讲 我们需要把会议室都拿去当教室 老师的休息室拿去当教室 因为空间不够 是因为现在已经有选修的关系吗 没有啊 现在就是 学校的空间不是你们想的 好像说我今天要需要几个教室 就去盖几个教室 没那么简单 都已经盖很久了 所以根本就没有空间 让你什么跑班去那种 不太可能 可是很多人想到的少子化 不是觉得剩下了很多空间 你少子化你是要 你要从40个少到12个 了解 落差 对 所以不太可能 陈老师你们学校的状况呢 尤其现在已经开始有选修 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对于这个空间规划 跟使用来讲 我觉得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个高中的 教室的一个设计来讲 我们以前都是一个班 40个学生的空间 其实当未来的选修课的一个概念是说 它会开到1.5倍的 比方说我们有10个班 那我可以开15个选修课 让学生们可以选 每一个班的班级人数的下限的话 可能可以设定12个 至少12个就可以乘班 但上限是可以看老师们的需要 做一个设定 我们可以了解就是说 目前来讲 像我们学校好了 我们高一有16个班级 如果说我们要开选修课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办法全部一起跑 因为我们的教室是不够的 包括我们把一些音乐教室 美术教室 军训教室 什么都拿来用 拿来用还是不够 还是不够 所以我们只能就8个班 把它切开来操作 就1到8班 礼拜三的下午5 6节先上 然后在7 8节 在后面9到16个班 所以变成这个操作上面 的确空间配套是基本 未来这个部分 如果说学校的这个 我觉得还有重要就是 教师们的人力跟资源 这两个东西必须相辅相成 都给老师们足够的人力跟时间 能够开发课程 空间跟配套上面 也要更灵活的应用 这样才能够真的能够 实践这样的 对 确实老师的问题 也是一个很大的部分 因为依建中前校长他的研究 目前高中大约一个班级 来看的话有2.25个老师 那么增加选修课程之后 一个班级希望可以到1比3 就是有三个老师来照顾一个班级 依老师你们来看 这容易执行吗 当然不容易 你就要大量的聘用 现有的原额不动以外 你还要再加聘那么多老师 你要去哪里升那么多老师 而且这些老师如果只是选修课程 他不是我们所谓的专业教师的话 他如果 因为我们现在聘一个老师 至少要有16节课给他上 比如说公民老师 你要确定这个学校有16节公民课 你才能聘一个老师 可是选修没有那么多课程 就是相关的法规绑死了 对 他根本没办法聘一个老师进来 所以他说要真聘那么多老师 最后你正式老师没有办法聘进来 结果你只能聘一些所谓的代课老师 不兼课 不兼课老师 兼课老师薪水也比较低 然后流动率也比较高 稳定性也比较差 然后他们的班级经营 比较不像我们这种待久的老师 比较稳定 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忽略一件事 就是在学校教书 尤其在高中阶段 不是只有教书 班级经营跟学生这种互动 那个其实是我们在评审老师的时候 我们更重视的这一块 大家都忽略 好 这种是以你们的选修课来看 我刚刚看到了西班牙文 所以那个老师应该不是一整天 全部呆在那 所以你们的执行方式呢 所以我的确目前很多的学校 也都有开第二外语的课程 我发现那些老师们就是跑学校 他们都不是固定师资 都是兼课 的确我觉得早接兼课师资 我们也遇到了一个困难 因为高中的话 现在基本终点 每个老师的终点授课时数是400块 其实用一个小时400块 可能一个大学生做一个家教 只要一个人可能就这个价钱了 你要他只要一个班三十几个 其实我觉得在师资安排上 其实学校在这个地方是非常的辛苦的 要找到好的 而且足够的这样的老师们 来开这些选修课 那一般的学校的老师已经 他的基本必修课程都已经是满的了 所以如果要在 所以到底师资在哪里 的确这个东西一定要做到位 要不然很多事情是不可能实现 但是后面就会牵涉到很多的人力成本 对 这个部分又 对 所以钱的问题就会出现 好 总足比你们在做整个专题规划的时候 也看到了这个问题 那么觉得有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是因为相关法令绑得太死 导致如果想要找人也没有办法 那么如何来处理 法令是一个问题 像我这次去美国 我会发现说 美国高中的老师 他是很多元的 譬如说我去看的那个学校 他有戏谷的工程师 退休去当高中老师的 也有律师去当 他就是很多元 所以他反而能够给学校 学生带来很多现在社会现场的一些新的知识 但是台湾的法令相关是对老师 教师资格要求是比较严格的 第一个 第二个是说如果要增加学修课 其实是可以大量 我们讲leverage 就是引药很多社会的人 譬如说像我觉得我自己很想贡献 我想要去高中去教 应该可以去教一些 譬如说新闻写作像这样 但是我是没有资格进到高中去教 现行法令不学 对 那四百块钱也许 譬如说我们已经是工作一段时间 又退休 他可能觉得是抱着想要去贡献社会 他也许可以接受 我可以接受 可是这个学校去可能不要我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 他的确是有需要很多不同的配套做事 要更有弹性 在教师资格上面 菊仙作为一个家长听到这里 你会担心吗 我会担心 因为其实我不要说 我自己对这完全不是非常熟悉 那我今天如果回去问同学的妈妈父母们 他们一定说什么是107课纲 可是我据我所了解 好像20个月之后 我就要上路了 那我在想 我们都不清楚是什么 所以我会不会担心又一次是 边上路 然后呢 像12年度 对 又来一次 大家不明所以 然后呢 就上路了 然后问题很多 比如说发现跟升学选材 连不上关系 或者呢 小孩子选的课程呢 浪费他很多时间 他也不知道怎么选 虽然我真的很 真的是很乐见 这样一个制度形成 因为像我自己来讲 我当年考大学的时候 我根本不会填志愿 那我就问我姐姐怎么填 她说 因为她考太高分了 她考台大 她就说我没念到政大新闻系 那你就填你帮我念 我说好 我就填 就上 那念之后我发现我不太适合 其实我不太适合当记者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当年 并没有做一个很好的 这个职业的选择 对 而且不知道自己的性向在哪里 再加上我们现在 我现在附近也有朋友的小孩 也很有趣 他念很好的学校 可是他在选填志愿的时候 跟家里吵翻了 家里人要他念电机系 可是他就想想说 那媒体新艺术也蛮有趣的 他就想填这个 那家人说这个东西没前景 他想想就不要 然后最后去念了国贸系 那我就在想说 他的分数这么好 可是他这三年他有没有去思考过 这三年他有没有去思考过 他的未来在哪里 他的未来的方向是什么 那所以我觉得说 这个方向是好的 可是怎么去教育父母 怎么让父母知道这个讯息 而不会再像十二年国教 引起很多的反弹跟杂音 这我觉得真的是 二十个月够嘛 这是我的担心 还有那个教育升学的井窟咒 这个井窟咒到底要怎么样解开 让所有人安心 让孩子可以选择 他自己真正的兴趣呢 稍后回来 再过二十个月 那么对整个台湾 还有未来非常重要的 107课纲就要展开了 107课纲是什么呢 简单来讲 就是让高中生 减少一些必修学分 增加一些选修学分 让孩子在比较重要的 迎接未来 包括贤界大学 还有未来 他职业阶段呢 先做一个自己的适性分流 还有新的选择 然后试探自己 到底有哪些未来的可能性 只是如果以台湾 现在的教育经费来看的话 确实可以看得出来 所要用到的钱 有没有用到高口上 107课纲上路 但是经费确实相当拮据的 12年国教实施计划的经费呢 总共高达了339亿元 但是在当中 大家看到这两个项目 包括高中职免学费 就花了162亿 那么另外 学龄前的教育免学费 包括五岁啦 大班的免学费这些 大约花了43亿 这加起来就 超过200亿了耶 好 那接下来呢 只剩下1.55亿元 用于精进师资人力 黄老师你觉得这够吗 所谓精进师资人力 你们现在通常用来做些什么 就是各校老师可以办研习 然后邀请各行各业的讲师 然后到学校帮老师们做 有点在职的进修 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现在各校都很流行 所谓的办研习 然后请讲师 多久办一次 不一定 要看各校的社群的情况 不过实际上会参加这种研习的老师 大概就是那些人而已 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讲的百分之五 比较有心在做这种 所谓的翻转教学的老师 所以你等于这些前七次 最后也只有那百分之五的老师 在精进而已 另外百分之九十五的老师 他其实是不会去 那你怎么看 要把这些百分之九十五的老师 拉进来一起努力 因为到时候他们也是 所有的共同体要一起 来帮助这些学生的 目前的情况是 我就跟你讲 现在目前的情况是 大家能抗拒多久就抗拒多久 能拯多久就能多久 然后每个老师都在算说 他还有多久可以退休 然后反正也没我们的事 然后他们就会说 以后就是你们的事 然后就是 所以年轻老师会比较积极 是因为像我们这种的 还很久才能退休 所以没办法 只要陪他好 可是 陈老师你不要笑 你会遇到 对对我们 所以我觉得的确 在现场里面 有人是主动迎接 他就会想理念上能够契合 他当然会愿意做一些改变 但是他要付出的身心成本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高 因为他得到的支援 非常的少 那这边所谓做研席的部分来讲 老师们可能会有做过 透过一些功倍 然后请一些讲师过来 但是在课程的发展上面 那个东西其实是需要 非常多的时间的 所以其实很多人力的应用 我觉得需要有更灵活的 一些思考跟弹性 现在台北有 好像也在安排一些 所谓的一些特聘教师 他可以做跨校的支援 或者是服务 这样的东西才刚开始 可是我听说叫好不叫做 很少的老师去参与这样的一个 好像最后只有两个而已 两个 两个老师 好像就这样子而已 科比的新政这个示范 所以可能有更多 我觉得其实在教学现场上面来讲 它是一个高度 劳力密集的产业 它需要的老师们投入资源是非常高 教育成本的投资本来就是高的 而相对台湾来讲 我觉得我们做的教育资源投资 是还要更多的 所以因为人力资源有限 所以我们只能做的 有人提到说 我们考试需要更多的一些非选题 让学员们可以做升润跟阐述 那为什么现实指向这么的困难 一个班有四十几个学生 我要交三个班 一百多个 我一个断考的时间 我两天我必须把那考卷改完 我不可能出升论题 所以我只能用电脑卡 ABCD 最简单就快速 对对对 那我们也跟很多的外国的老师 也做过一些互动跟交流 我觉得也很有趣的问题 就是他就提到说 他们要做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一些 如果要升论题的这种评述的话 一个班学生绝对不可能过多 要不然最后你只能用这种 最廉价一个快速的方式 去了解学生的学习的状况 但是如果我们要了解 一个学生真实的学习 他需要很多的 个别的注意 他需要很多的个别的注意 我会了解在上过程中 如果人数有一定的量 我才能够看得到 他到底对这个问题的反应是什么 他到底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他需要协助的时候 我是不是能够给他 一个班四几个人 我大概平均能够 一个人分一分钟吧 那我还要处理 摄像课的一些知识的内容 而且高中它有一定的难度 那更不要讲 我觉得现在的高中 我觉得我们的设计还是传统的 学术基因的形态 那很多的知识内容 对于我们现在 所谓扫子化之后 可能我们会遇到一些 可能以前 他会 不一定会选择高中的学生进来 那他的熟成度真的会不够 那他需要更多额外的资源 这个时候 老师们到底有多少的人力 可以去补充这一块 所以其实我觉得高中 这个教育现场 他的专业性够 他被运势非常的 要求非常高 到底人力在哪里 所以这个部分 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王老师你身边很多人抱怨说 很多老师抱怨恐怕是个灾难 对 事实上我自己看到 也差不多是个灾难 就是他 就是我刚刚跟你讲 最后只有百分之五的人 我们看到比方天下杂志的报道 看起来是很没有 这本杂志我读得很开心 我觉得很不错 那个学校真的是很棒 可是我们都忽略一件事情 一定是 这百分之五的老师做得很好 记者才会去采访 然后大家看起来情况是很好 我们现在都忽略一件事 这种107课纲 它其实是一种由上而下的 上面的愿景很美好 然后找了几个四点的学校 也做得很成功 所以大家都觉得 一切都很好很顺利 所以20个月后就可以上路 可是我从由下而上来看的话 我会看到其实准备还不够 如果真的坚持要在20个月内 要上路的话 它真的会是一场灾难 其实目前我们已经在试办 刚刚老师也提到说 我们现在就有选修课程 我们学校也一样 我们都有选修课程 然后有发展特色课程 其实目前的状况 是我们已经在做这件事 可是如果你要驱使 但我们现在的做法是 只有少数的老师 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 从5%到10% 然后慢慢可不可以到15% 但如果你是到20个月内 直接要变100%的老师 做这件事 它真的会是灾难 我补充一下 对 就是说 我会觉得老师的熟成度 还不够的时候 我们来不及准备这样 或者是我没有被说服 这样的改变是好的 最后就是可能 这些选修课的操作 它可能不会实质进行选修课 像老师们最后就像九九课纲一样 我们就很务实的 以接近现状的服势去操作 最后就是 折中 再折中的一个结果 还有你们身边有没有人在想说 如果明年政党轮替了 会不会有改 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教育 有延续性 因为他教育是有延续性 教育比较没有 跟政党轮替没有关系 比较不会受到影响 他是同一批人在做事 比较不受影响 所以我个人觉得 也不用什么期待 什么政党轮替就做 但是我觉得 真实的声音要讲出来 就是说我们完全乐意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学校 跟天下杂志上面介绍的 这些一样 就是让学生学得很愉快 很多元 可是我讲的最现实的就好了 你晓得我的学生 要断考的时候 期末考 要考13科 13科 你不要看我 我就13科 以前我在念高中的时候 以前我没考那么多 对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 我们有分组 我们有分文组跟理组 所以如果你分文组的话 假设我是念文组班 我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球 科学 我都不用管 可是我们现在没有 他们现在是河流教育 因为你学策是要全部都考的 所以现在的学生 不管你是文组或是理组 谁管你 通通都得考 所以会考到13科 如果你这13科的考试 没有办法减少 然后你还要加这个所谓的多年选修 你学生会连 我跟你讲学生真的会变灾难 老师也是灾难 然后学生也会受不了 我再补充一点 就是说 我觉得传统的课纲的设计 可能在一些教育学的眼中观点 我觉得国民素养 就是科科都应该要知道 所以他高中毕业的时候 就设定一个学历基本的测验 他要考他们所谓的国音术 跟社会跟自然 还有包括目前各科老师们 我觉得大家的心态上 都还是有一点以本位的一个 专业知识而自重 所以我认为我的学门很重要 我的学门一定要放进来 所以因此在这地方 很难看到一个妥协跟让步 所以大家就开始抢时数 但是我觉得新课纲 或者包括在欧洲的一些思潮 可能会看到说 我们把知识区隔化了 各种不同的学门 这样一个知识区隔化的结果 会让很多的一些 人的潜能跟素养的能力 反而是不容易能够培养出来 而简单来讲 新的课纲里面 他强调一个所谓的跨领域的素养 这就是一个很新的概念 其实我们看到大学的部分 可能有一些有学成的概念出现了 跨科系的 比方说一个欧盟学成 他可能需要政治 经济 科技 历史 法律 地理不同的学门的知识进来 我们如果在高中的课程里面来讲 我们现在看到的设计来讲 还是区隔 各科都在抢时数 各科都很重要 新的一个所谓的跨领域素养的概念 到底在我们这个文化里面 是不是已经可以开始被接受了 我们可不可以相信人的能力 或者是我们所需要的能力 他不是用国音素实地来刊断的 可能不要买房子这件事好了 他绝对不会是需要算钱而已 你还需要考虑他的方位 他包括这个房子周边的环境 还有很多的概念 可能会把它放进来考量 所以他人的能力是多元的 可能不是单一用学科来做判断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升学 我们刚刚一直提到升学方面的问题 否则一切恐怕只沦为形式而已 稍回来 我们都希望教育是进步的 把孩子还有台湾带到更好的方向 那么过去的99课纲跟107课纲 在老师眼中 你形容像个大怪兽 越变越奇怪 怎么说 我自己接触到95战纲跟99课纲 在这个过程中 从95到99 他课纲的课程只会越来越多 比如说我以前没有听过生命教育 现在高中也要避上 生涯规划 国防通事 还有艺术与生活 很广 这些东西以前还有资讯 这原本是没有 他就是因为课纲的制定 本身是一个权力的进竹场 这些高端的大学教授 各领域的大学教授 都会认为他的学门是非常重要 高中生要学美感教育 应该要放艺术与生活 高中生是生涯辅导的重要时段 所以要上生命教育 所以每个大学教授都可以说 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所以他就希望高中生就上 就上就上 就把它塞进来 对 就塞进来 所以你会看到 他那个课程的科目 只会越来越多 其实现在如果到107科高 要加多元选修 我跟你讲 那就一棵树一样 越长越大 可是我们不是说要减量吗 不是让学生可以 适性的自己去找寻 自己的机会吗 结果如果从这种逻辑下去的话 他只会让学生的负担 越来越大 越来越不快乐 而且你说现在考13科 未来就不知道 未来有可能 如果多元选修也要采计 多元选修可能不考 可是他总是要有实作分数 你得写小论文 或是要做一些那种报告 那个时间 是不是要耽误到学生更多的时间 所以如果这些事情 都没办法解决的话 你就是让他 听起来很美好的一场梦 最后真的会变地狱 我先回应一下黄老师说的 其实很多学者认为说 我少了这个 我就再加这个课程 对 就是每一课 所以就越加越多 那我们这次去 不管我去美国看也好 或是去北京看也好 会觉得说 其实很多东西 根本就应该是 融入在现有的课程里面 譬如说我去美国 我去上他们一场数学课 那数学课 他是在教函数 可是他教的是 你现在住在哪里 各区的房价状况是怎么样 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你对你的生活是 是什么需求 所以用各种 把你所有的想望 放在那个函数里面 最后适合 你最适合住在哪个地方 所以就是说 不是只有说 因为他需要了解生活 了解美学 所以再去另外加了一个这样的课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那我们的确在采访里面 的确很多的老师都在观望 就是说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做得成 因为大家都认为做不成 所以我观望 所以我觉得 是不是我们的主管机构 有给他更多的 足够的资源跟资讯 我就讲资源好了 我们这是去北京 就发现 北京平均用在一个高中生 升上21万 相当于台币 我们的台湾的高中生是11万 上海16万 我们的水准是 中国大陆二三线城市的水准 那你要用这样子的经费 去办这么大的梦想 其实是 很容易碎的 对 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也没有适度的 引进社会资源 像譬如说我去美国 就会发现说 美国的企业 挹注在高中上 非常多的资源 不管是从课程的设计 老师的提供 甚至很多学生写计划书 去跟企业要 要钱 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实验 那我觉得我们的企业 跟高中是 是蛮脱节 菊仙你身为家长 从一开始 你说孩子很开心 其实你原本对这个也相当看好 但是刚听老师在讲的时候 你开始摇头了 对 其实我看到我们孩子 在读化学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好奇说 为什么你化学要读这么细 他说要考 我说我以前读文组 这个化学完全不考 所以我们化学课 都在做肥皂 做洗发精 做一些生活化的东西 反而觉得化学更有趣 那我才了解说 现在小孩子什么都要学 什么都要考 那我反而觉得 真的就像刚才老师说的 一个大怪兽 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 所以我在想说 再加上这些东西 在你孩子身上已经有这样的感觉吗 其实一直是这样子 我就会觉得这个实行下去 我就看到国中的 所谓的十二年国教的版本重演 就是什么呢 他们很多课程开得很漂亮 活化数学 活化物理 可是有没有活化 完全没有任何活化的概念在里面 照样子老师讲学生操 这题要考 同学才开始醒大梦初醒 有时候课程根本就拿来考试 所以什么是活化不知道 高中加了这么多选修课 资源又还来不及 充分准备的状况之下 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 对 我反而是担心 这么多东西加在孩子身上 每一个学科的领导者 又都是本位主义 重要 一直加 小孩子真的 从开学来 大家知道跳多少下去了吗 高中生 好几个下去 这些消息都被押住了 但是我都知道好多学校好几个小孩子 受不了那个压力 我就看到这个孩子将来是很痛苦 所以我希望这个准备时间 再充分一点 107课刚愿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会继续来讨论 包括大家的升学主义 包括